这里是尼亚加拉瀑布的植物园 这里已经是十月初 但是呢还是有好多的鲜花在盛开 眼前的这一种很鲜的花呢叫water lily 花非常的大 Altum crocus 这个是秋天的crocus 然后呢也叫water lily It's beautiful 通常的crocus是在春天开花 但是这一种呢water lily 都是在秋天开花 它们陪着了 这个是秋天开花 每周五十年 然后跪着了 你继续珍咖啡 然后搬在涼盆 这就是这种啦 这东西是汗汗 它正好是秋天的滑稽 这两天真是它绽放的时间 这个花能长到三到四尺高的样子 它跟冲天的anamina是不一样的 很清秀这个花 它的英文名字叫Nippon Daisy 这是Lamse ears 这个叶子非常的特别 就像羊的耳朵一样 所以取名为Lamse ears 毛茸茸的叶子厚厚的 这是另外一种 Japanese Anamina 秋天开花 粉颜色的木颈 木颈的花期也很长 现在已经是十月初了 还在绽放 秋天来逛植物园 可以发现好多在秋季开花的品种 眼前这个植物叫Pink Turtle Head 这两天正在开放花苞拜访 这个是它的Rose Garden 现在已经十月初了 但是还有许多的月季在盛开 很香 很香 一股一股的香味 这个都是属于这种多头开花品种的Rose 所以它叫Flory Panda Rose 这是Hybrid Tea Rose 就是波塞冬 就是很有名的品种 花期很长 这已经是十月初了 现在还在盛开 波塞冬 也是多头开花 这种Rose呢 属于小型的灌木丛Rose 这是Pink Peas 这是Canada Blooms Hybrid Tea Rose 这有一丛开得非常的艳丽 来看看这个是什么样的品种 十月初开得如此美丽 我转了一圈 可惜也没有发现它的品种的名字 如果大家有知道 欢迎你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